而花莲市公所也针对了各个市场周边环境执行的预防性的消毒工作 市场不加钱到现场关切 并且恳请各个市场自治会及消费者务必要全力来配合防疫措施 另外5月24号开始 重庆市场将配合办理十连制 也会加强对其他市场的选导 花莲市清几队派出消毒办的队员前往重庆市场外围执行消毒工作 市长不加钱特别到场关切 他也指示市场所要针对其他的市场都全力来执行防疫 花莲市公所清洁队的部分 消毒班也到我们重庆市场来做相关的预防性消毒 我们在市场的部分也请民众能够安心跟放心 因为市场这边我们都定期的来做相关的消毒 不只是清洁队的消毒之外 我们市场所的消毒还有我们自治会的消毒 都有非常严谨的在做相关消毒工作 那也欢迎所有民众来我们重庆市场采买的时候都能够放心 那再请大家如果有进到重庆市场 务必要遵守市场的规定 一定要戴好口罩 那也在里面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也禁止在里面做热食的一个使用 那也欢迎大家做外带 那再次要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三级了 也请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防疫 那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一起度过这段时间的一个不方便 那重新回到我们过去正常的生活 市场表示各个市场的防疫作为包括了预防性消毒 要求摊商及消费者戴口罩 市场内广播宣导防疫措施 并且缩减进出口通道 禁止试吃 禁止内用 而施工所也会定期在市场周边执行预防性的消毒 在各个通道入口处也有粮儿温及首部的酒精喷散 至于十联制实施的部分 预计5月24号开始 要从重庆市场开始办理 请消费者进入市场前 一定要配合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